近日,這個網傳東莞郭鎮有不少醫院都接到不少亞蕭酸鹽中毒的病例 前日下午,東莞橫歷警方發布消息就說 該分局成功破獲了一個制受假鹽的犯罪團房 難道之前網傳這麼多人出事中亞蕭酸鹽毒是跟這個假鹽有關係? 小白到你跟進一段時間 前幾天,曹大哥的車子從一個推車廂那裡買了涼皮給女兒小蝶吃 但沒想到這個舉動竟然差點,拿了小蝶的名字 開始買的時候,它是白的 好了,最後吃了,在那個畫面那裡晃晃晃,變了綠色的 眼前這些發露的涼皮就是導致小蝶中毒的罪魁禍首 曹大哥就說,女兒吃了半份涼皮之後,身體就開始出現不息 真的嚇壞了,眼看路也走不動,頭也看不起來 好了,最後人都吐了 眼見情況越來越不對勞,曹大哥馬上把女兒送到了東華醫院 經醫生診斷,結果為急性阿蕭酸炎中毒 幸好她是經過搶救,小蝶情況穩定 昨天已經出院,但曹大哥告訴我們 在女兒住院期間,也有兩個女孩出現了同樣的中毒症狀 都是二十多歲吧,打工的女兒 她說人家是吃這個車子推來的,兩次吃的 我們昨天上午沒有回來的,她兩個人在那裡灌了一個吊子 馬下午東莞東華醫院通報稱,二兩天 該醫院共計收治三例阿蕭酸炎中毒病例 其中兩名病患,轉移到康華醫院 一名病患在東華流診 入院的時候情況較為嚴重 目前情況基本穩定,均已出院 而在前日下午,橫黎警方發布消息稱 該分局破獲一個制受假鹽的犯罪填補 直至警方破案的時候,該犯罪填補 共計生產出一百二十噸工業鹽原料製作的月鹽 長洲排假鹽,其中絕大部分已經燒往東莞多個鎮街 那這幾起阿蕭酸炎中毒事件 又會不會和已經流入市場的假鹽有關呢? 絕對不是,因為我們有市值監獄一個鑑定報告出來 這個原料用在成本裡面都會有壓力 我們只能追查這個鹽的血液 但它中毒跟這些鹽應該是沒有關係,很聯繫的 而東莞鹽業部門就表示已經和警方取得聯繫 接下來將展開專項行動,追查這批假鹽的流向 其實今天走訪了東莞一些農貿市場 不少糧油店的老闆都說他們賣的鹽都是從經銷商那裡批發 很少會有假的 假鹽啊,一般它那個價錢比這些要便宜 錢多少?這個一包多少錢? 兩塊 兩塊,假鹽呢? 假鹽,以前那個老包人只要一塊錢一包都可以買得到 以前呢,我見過假的 假的它重量不夠 還有一個,這個沒有防疫碼 那裡面的鹽液有需要嗎? 裡面的鹽液是看不出來的,但假鹽看不出來的 很難避免? 那怎麼去避免批發到假鹽呢? 避免啊?一般呢,在大供應上吃進嘛就好了嘛 據這個製家團火工術,他們總共是製造了120噸的這個假鹽 那總共是有24萬包的 那其中呢,大部分已經是消枉了東莞的各個鎮雞的了 那現在我們手上拿的是一包真鹽 那這次被假冒的呢,就是我這個牌子 手上這個牌子的鹽 和一個叫做長洲牌的一個鹽 那怎樣去識別增加鹽呢? 那剛才的檔主就跟我們介紹了 首先我們要看這個外包裝 那大家可以見到真鹽呢,它這個邊邊,它的鎖邊是比較平整的 那另外在這裡後面,可以見到有生產日期 和有一個防礙碼的 那你可以撥打一個電話去確認這一包鹽是不是真的 還要提醒大家就是買鹽呢,最好都是去到一些大型的超市 或者經銷商道購買了 吃落土的東西都還要謹慎執生再執生 什麼都有可能是假的 學識辨別真偽真假已經成為了現代人 不必須掌握的基本生活技能 你說是可憐不可憐 是